大乘百法明门论 奸邪法师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4面 13 不信 那么这以下的新锁是讲到这个随烦恼 那么这个随烦恼呢 这个随啊就是随顺 那么这个烦恼的本质是随顺根本烦恼而生起 它是根本烦恼的一个等流性 换句话说呢 这个随烦恼跟根本烦恼呢 是一个开合的不同 合起来就是六根本烦恼 那么开出来就是二十个随烦恼 那么这个是一个开跟合之间的词别 那么当然从烦恼的体系来观察 不管是根本烦恼 不管是随烦恼 它的活动都会使令我们身心 扰动 都会使令我们今生来生成就不安乐的果报 所以都按例做烦恼 那么这个随烦恼 它本身是有二十个 那么在白法当中呢 把它分成三段 那么第一个是小随烦恼 第二个是中随烦恼 那么第三段是大随烦恼 那么这个都是根据烦恼的一个活动的范围 按例小中大 那么我们这个第十三以后呢 就是大随烦恼 因为它的一个活动的范围 能够普遍不散的心所 以及有腹无忌的心所 这个染污的心所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以下的烦恼的形象比较维系的 不像前面的烦恼的形象 比较出猛 比较出猛呢 在一种有腹无忌的情况之下 就不能活动 那种高深的禅令 那个社界无社界 有腹无忌的高深禅令 有些烦恼是不能活动的 一活动会破坏禅令 那么这以下的烦恼的活动呢 它是容许在禅令当中出现的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 它能够普遍在不善 以及有腹无忌的内心里面活动 所以叫做大随烦恼 活动的范围特别的大 我们先看大随烦恼的第一个 也就是第十三 不信 不信则以实则能 不忍要欲 心慧为信 能障尽信 懈怠所依为业 那么这个不信的心所 它的体性啊 是对于实则能 不忍要欲 那么这个死呢 就是一种三宝的一种存在性 那么当然在白法里面 它这个地方特别指的是法宝 对这个法的这个四圣地 十四十里的一个存在性啊 那么不能够人可随顺 这是第一个 其实呢 对于它的德 三宝的功德 不能够要 不能欢喜好要 看到三宝的境界啊 没有欢喜心 没有好要心 第三个 对于这个能 前面的十根能啊 是耶他 他的境界 就是三宝的境界 那么这个能是耶自己的能力 对于自己 是不是能够成就三宝的功德 没有一种希望的心 自己的能力没有希望的心 所以叫不能欲 那么这种情况呢 龙总来说呢 他的内心的状态是怎么样呢 心慧为性 内心是一种染污的情况 这个心慧啊 就是说啊 这个佛法生的三宝啊 它是一种清静庄严的功德 那么假设我们是以一种怀疑的心啊 来听闻 来受止啊 那么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们的内心是一种疑 疑根 的佛动啊 那么就会把这个三宝的功德给掌握掉 使命这种三宝的功德 不能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生起了 因为它被掌握了 讲一个譬喻啊 说一个宝珠啊 这个宝珠啊 各式各样的庄严啊 清静光明庄严 但是你把它丢到这个厕所里面啊 被这个大小便利以后啊 被这大小便利一接触以后啊 这个宝物的那些清静庄严的功德都死掉了 这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们对于佛法没有信心啊 即使我们不断的在佛法当中 闻思啊 这些三宝的功德 这种 信静练定会的这种功德啊 都不能升起了 他已经不能够使令我们生命增伤 没有达到这种宝的作用 也没有达到秤的作用 这个宝 使令我们离苦得的 这个秤使令我们到彼岸 那么这个 这个功德都不能升起 而这个法的功德不能升起 是因为我们内心有瘾 就是一根 一根 那么人脏尽性 懈怠所欲为业 那么你在这个一根一升起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善法的修学就懈怠了 你就不会像过去那么静静了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懈怠的作用 我 几年前啊 到这个竹山啊 一个卖水果的 他一个儿子啊 是一贯道的一个 一个接位很高的一个居士啊 那么他那儿子跟我谈啊 他说他是一贯道的啊 但他欢喜打佛妻 他参加几次过这个佛教的佛妻啊 那么他告诉我 他经常这一念佛啊 心就静下来 所以他欢喜打佛妻 就是能够内心能够急进住 但是我问他 对你对阿弥陀佛的功德啊 对名号的功德 他完全不相信 他就是把这个佛号啊 拿来当作一种色心的方便 就这样子而已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以净土法我们来说啊 我们净土法门强调相应 本尊相应 就是说在净土法门里面 很强调弥陀名号的功德 是种词阿弥陀佛 所有一正庄严的功德 明理昭德 那么明理昭德的时候 我们思维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是事实上 就是弥陀一正庄严的一个化身 一为无量 无量为一 无量无边的功德 化成一个弥陀的名号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苦恼的身心啊 对阿弥陀佛的名号 是生起一种 大皈依的境界 这个大皈依呢 应该当时他讲出一个量 就是啊 你把弥陀名号要当作 本命言成 通身靠岛 是这种境界 就是内心当中啊 整个身心啊 就是完全依止这个名号 已经分不出 能归一的 这个烦恼的心 所归一的万德庄严 这个通身靠岛 意思就是 你在归一的当下 已经没有人所的那种 那种分别 这个叫做大皈依 我今大皈依 一心归敏 所以说呢 我们在修弥陀 本尊相应的时候 这整个根本啊 我们在净土法门里面啊 修习净土法门的 第一个功德 一定是信心 你这个信心不能建立啊 你炼力啊 然后你把佛号炼到 风吹不入 以打不失啊 义勿得身之力 也没有往生的这样的道理 因为这句名号 已经不能就拔你了 而他不能就拔你 并不是说 他的功德丧失了 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你内心的疑 就是说 弥陀他普遍 把他的名号 布施给一切众生 阿弥陀佛他本身是没有词别的 平等的布施给一切众生 但是有些人 这个佛号在心中 一活动的时候 运转的时候 他能够升级大功德 清诸头一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佛号头一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他就有这样的功德出现 能够把他五十节的罪障啊 恋恋消除八十亿节的生死重罪 能够把他的这样的一个苦恼的身世啊 这个心事啊 带到阿弥陀佛去 献身业障消除 临终门火监狱 往生西方 这个名号能够在他的内心 发挥这么大的功德 有些人等这个佛号在心中 运转的时候 只是让内心暂时的激进下来而已 其他的功德都不能出现 这个就牵涉到信心的问题 好 当然我们讲这个一心闺蜜啊 通生靠岛啊 这个地方的量啊 我们也可以 其实我们平常也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晚上 有时候走黑暗的地方啊 我们山上经常有蛇 有小蛇 有大蛇 也有一些无形的草木啊 这个过人高的草木 都有一些鬼神 那么我们当中 我们一个执着有一个我的人啊 就保护这个生命 我们害怕死亡 因为我们有我的执着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到黑暗的时候 很自然的 因为我们到了一个 不可吃的一个世界 因为黑暗当中 我们看到不像白天 我们看不到外在环境 很自然的 因为爱着生命啊 就会生起恐惧心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会归于归于我们的本尊 这个时候我们 这个时候唯一能够救保 我们就是阿弥陀佛 那么假设 你心中把佛号献出来的时候 你在恋佛的时候 你还有恐惧心 这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归于的量不够 这个很明显的 你 你的内心当中 还是怀疑 弥陀明后 是不是会救保你 是不是会保护你 你还是怀疑 如果你之前是恐惧的 你在黑暗当中 你当你佛号献出来以后 你马上安定下来 这个时候 表示你对弥陀明后 已经有归于的量 你很清楚的知道 有安兵陀佛的名号在 你会没有事情 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试验出来的 我们讲归于归于 你都可以在 当然我们在平静的时候 没有任何危险的灾难出现的时候 你很难去觉察 你到底对名号是真实归于没有 你很难觉察 但是有危险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考验 你是不是对你的本尊 阿弥陀佛 那个信心 那个归于的量 是不是已经坚立起来 你就能够觉察出来 那么在净土法门当中 你在修习净土 往生以火 全在信念之有物 品位高下 全在慈悯之潜身 你是不是往生也正是 由你的信心跟业力来抉择判断 所以这个 在净土当中 我们要成就净土的 这个善根功德 第一个就是信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个信心 我们刚开始一念的养性 那么透过我们对净土的经论的学习 文经达理断移升行 你一定要把净土法门的道理 引起的道理 彻底的弄清楚 观察到一切法的空性 从空性当中 你能够知道 在一直无我无我所的平等法性当中 你这一念烦恼的心 跟阿弥陀佛的亲近心 感应道交是可能的 因为一切法是必尽空 所以这个彼此间的接触是可能 没有东西能够障碍的 那么这个都是要靠我们平常的文师的 才能够建立真实的信心 断除疑惑 那么这个不信 在佛法当中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障碍 很严重的障碍 你这个不信的心所生起来以后 你要是相信日本的学者 大乘非佛说 你所有功德都破坏掉 你能够打坐 练佛练四五个小时 你不能往生起的世界 因为你的信心丧失掉 你已经丧失的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 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他是一个苦恼众生 他的内心散散乱乱的 临终的时候 身体又病痛又苦恼 内忧外患 但是他对弥陀有大的皈依心 照样大义往生 所以我们说建筑法们这个地方要注意 不在意你把佛法练得好不好 这是其次 当然你练得好品位更高 你练到能够一事一心不乱 你一心不乱 这个品位更高 但是往生以活的关键在于你对弥陀的皈依 而你能够对弥陀皈依的升旗 后面就是要有对净土法门的一个较量的基础 不是一种一时的感情 那个东西进不起考验 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不幸的确是要对治理 十四 懈怠 这个懈怠 跟前面的不幸还是有关系的 以断恶修缮 适中 懒惰为信 能让精进 真然为业 那么这个懈怠的体性呢 就是对于这个恶法的断除 深口意的恶法 那么的断除 有些人 深夜的恶法重 有些人口夜的恶法重 有些人意愿恶法重 总之呢 这些恶都是要慢慢慢慢的断除 那么修缮 有各式各样的善法 有五戒十善 人天的善法 那么师弟十二一言 乃至于六波罗蜜 这种初世间的善法 那么我们修行就是做这两件事 一个断恶 一个修缮 那么我们对于这两件事情呢 懒惰为信 整天懒洋洋的提不起劲呢 就是幼幼范范 不能够主动积极的去断恶修缮 就是懒惰 我们早上 这个早餐 不要吃得太饱 你不容易生起懒惰的心 你早上吃得太饱 你拜佛的时候 打坐的时候 你感到 那个明了性 会比较粗重 你早上吃少一点 你拜佛也是觉得身体很轻 打坐的时候 那个明了性 休止 休关 感到比较轻松 比较便利 就这个车子开起来很顺利 你吃太饱 虽然不会分成 但是觉得这个车子开起来 不顺 油门踩了半天 速度快不起来 休止也有障碍 休关也有障碍 这个饮食也是有关系 以断恶修散 世中 懒斗为信 这个整个身心 提不起劲 虽然身体也在拜 也在做 但是 在这个休止观的时候 力量薄弱 能让精进 增长为业 这个时候 障碍我们的精进度 那么增长 燃法 为我们的业用 那么 我为大师的一个另外补充 设意染事而侧净则 一命懈怠 退散法库 假设我们对于这些杂染的事情 杀盗淫望 主动积极 白天做 晚上也做 三点半就起来做一些杀盗淫望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 也叫懈怠 因为退散法库 退失散法 这个精进 他是安逸在断恶修散的事情上 才能叫精进 这个 这个懈怠是这样子的 懈怠能够增长 增长染法 就是说 懈怠本身还没有到去造恶 那么为什么会增染呢 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 内心很多的染法 贪嗔痴满 疑嫉妒性 但是当我们在佛法中修行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会有一些的正念的力量 而这个正念的力量 慢慢慢慢加强 这个恶法就会 这两个 善法跟恶法是互相对峙的 恶法就会慢慢慢慢的消失掉 但是 你时间久了以后 你再不用功 这个正念就会退转 这个正念在繁卫的时候 还没有进到出国 他会退转 那么你正念一退转 那些旁边的贼就开始活动 就继续有活动 就是说你这个心中的光明 降低以后 黑暗就会出现 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 假设不精进 他一定是往后退的 往后退的 那么这个精进 在中科巴大师的 普利道次第广论 他提出的有四种力量 能够使励我们精进 我们简单讲一下 就是精进 有四种力量 第一个 圣解力 圣解力能够使励我们精进 这个圣解啊 就是说 我们要经常去思维 你所修学的法门的功德 比如说 你今天所选择的法门 是以阿弥陀佛名号 为你的震恨 信念之名是震恨 那么我们刚开始啊 你说我们这一天散乱的心啊 经常跑来跑去啊 你要强迫自己的心 在佛号中啊 专一的安住 相续的安住啊 是有一点强人所难 违背我们的习气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圣解力 你要透过这个佛陀的圣教量啊 一次一次的思维 名号的功德 哦 我把我的内心啊 安住在佛号当中啊 有两个很重大的好处 第一个使命我现身 业障消除 不会增长 我本来会很多病痛 病痛会消失掉 我本来会发生很多的车祸灾乱 这个当中也会消失掉 他这个阿弥陀名号啊 能够加持我的身心啊 业障消除 不会增长 保护我的生命 这是第一个好处 其实呢 在灵命中的时候 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这个阿弥陀佛名号 在我灵命中的时候啊 一切诸根西结败坏 我的射身啊 破坏掉了 肝脏也破坏了 肾脏也破坏了 肺脏也破坏了 整个四大都败坏 都不能再用了 可能呼吸也呼不到空气了 一切剑属西结舍离 你的剑属 你这皈依的弟子 都帮不上忙了 他除了哭泣以外 对你都没有帮助了 一切威势西结退死 你是一个大方丈啊 这个时候 那个威势权力 对你已经没有用 那么这个时候 你心中所皈依的佛后 他不会背弃你的 这个时候 他能够引导你那一念 失望恐惧的心啊 跟阿弥陀佛本厌力啊 接触 能够集中身心 头大绝海 阿弥陀佛的名号 一切是现前 那引导你的心事啊 你就是等于是坐这个车子啊 蹭 你这念心就依止 弥陀的名号啊 就跟阿弥陀佛那个大悲 焉你那个第十八焉啊 就感应到焦了 这个时候阿弥陀佛就现前 就把你带走了 那么你不断的去串洗这样的思想 就是一次一次的去思维名号的功德 那么你以后再去念佛会觉得比较容易一点 为什么 圣洁力 这个圣洁力 这个圣洁力就有点像我们讲 建立一种信心的意思 这个信心也是跟圣洁有关 第二个坚固力 那么我们对弥陀名号 有了一种圣洁的信心以后啊 还要多一个艳力 这个坚固力就是要一个艳力 事项 所以我们练佛啊 有一个目标 你刚开始啊 五点技术华先练个五片 五片 从第一片到第五片啊 能够色心不乱 五片乃至于到十片 到十五片 到二十片 你心中要有对自己的一种修行 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志向 否则你 你整天啊 练多也可以 练少也可以 你很难经济 就是要有一个目标 给自己一个 这个走路啊 有一个方向 就是第二个 坚固力 第三个 欢喜力 这个欢喜力就是说啊 这宗大师解释这个欢喜力啊 就是无保义乐 就像我们这个吃 那个老涛的吃饭啊 永远感到一种 没有饱足的感觉 说我 我已经练佛练了十几年 但是我内心当中 还是愿意练佛 永远永远的 对练佛啊 没有一种厌足的心 这个无保义乐啊 在我们凡夫的修行很重要 我们前面也说过 这个长居学地 这句话是很妙的一句话 长居学地 我们一个人啊 你在普利道当中啊 如果你要保证你在普利道当中的功德不断增长啊 你绝对不要让你感觉到你已经是自得意满的 绝对不要这样的心情出现 一定是在一种学习的态度 你才会不断往上爬 你经常要让你自己感觉到 你还有很多不足 这个很重要 长居学地 我们看这个事件上也是这样子 花开则谢啊 叶眼则切啊 一个花开到圆满的时候 他下一个步骤就是开始凋零了 月亮开到圆满以后 他下一个步骤就是开始缺了 所以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啊 永远不要 不要把自己安立在极限 你说啊 我现在是我人生的最巅峰了 那表示说你下一个步骤就是往下往下追 我们要让自己的身心经常保持到 在一种因地的阶段 因地的阶段 就是无保义乐 那么这个是第三种力量 欢喜力 也能够使令我们精进 第四个 暂止习力 暂时的休息 暂止习力 这个止习啊 就是简单讲就是休息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啊 有时候身心疲累了 太疲累了 或者是你这段时间啊 刚好有事情了 忙累啊 身心啊 身也疲累 心也疲累 那这个时候不要勉强做功课 因为你这个时候勉强做功课啊 你还是可以把卡帮扣做完 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啊 对你这个法门啊 因为你太勉强了 会隐隐约约的出现一种厌恶的心 对这个法会厌恶 你下次再修这个法的时候啊 诶 奇怪 就不像以前这样那么顺利了 就是有一个抗拒的力量 说我们吃这个菜也是一样啊 吃这个菜啊 再好的菜啊 你不要把它吃得太过分 我自己有这样感觉啊 我欢喜吃一种菜啊 我吃到六分 好了 我不吃了 这有什么好处呢 我下次会继续的喜欢这道菜 你这道菜 你超过你的感觉啊 吃到你厌恶以后啊 你下次看到这个菜就排斥 就会排斥 那么你好不容易 透过你前面的圣洁啊 思维这个法的功德 建立起的欢喜心啊 因为你的不善巧 用功过度啊 身心疲累你又强迫自己用功啊 到最后就会破坏前面你的欢喜心 钟大师说啊 有些人啊 他打坐的时候不善巧 一开始就强迫自己坐很久 坐到最后 下一次看到座位的时候就害怕 看到座位就害怕 这个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修行啊 是强调相应 你跟法门要相应 不是说时间多久 当你对这个法门 已经没有欢喜心的时候 你坐太久已经没有用了 你不相应了 所以我们对佛法经常保持一个 对修行的 我经常讲 要跟修行做朋友 不要一种对立 一定要 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很疲累 然后对法门啊 已经没有欢喜心了 这样子是谈不到相应的 也谈不到皈依的 所以这个暂止息力就是说 你自己觉得已经太疲累 稍微休息一下 把精神养足了 清楚 头脑清楚明了的 再继续重斥 所以这个暂止息力 事实上是保护前面的 圣洁力 坚固力跟欢喜力 它这个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不令这个圣洁坚固翻洗的力量 退死掉 那么宗大师 他是提出的有四种力量 来成就精进 那么来对治我们的懈怠心 好 再看第十五 放逸 依然不妨 宜静不休 世众流荡为信 战不放逸 真恶损善所依为业 即以懈怠及贪嗔痴 是否为体 那么这个放逸 它跟前面的懈怠是有关系 不过它比懈怠又更严重 因为 懈怠的本身是对这个定刻 松散的 但是这个放逸本身 你看它不但是懈怠 又加上贪嗔痴了 就是已经有放纵自己的烦恼活动 所以这个放逸是比现代更严重了 我们看它的内容 宜染不防 宜静不休 世众流荡 那么 对于这个染法 这些染污的阴眼 你也不防止 那么生起了以后也不断除 那么对这亲近的戒定会 也不休学 使你它增长 那么内心是做什么事呢 世众流荡 这个世众就是放纵 就是我们讲这个不如理作意 不如理作意 使令内心当中在这个五意六成的境界里面流荡 到处攀岩 而这个流荡 它的本质是世众 是你故意的 就是你不如理作意 是有一种故意的 就是你一种作意 这种作意是不如理作意引申的 不是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突然间起的恶念 不是 你是故意的 故意的是驱动你的心事 在五意的境界里面到处流荡 这个就是安丁索方意了 那么 赞不放逸 争恶损善 所依为业 那么 前面的懈怠呢 他会增长斩法 但是他对这个善法 还不至于会 会损伤 那么 当这个放逸的心所出现的时候 他不当增长斩法 还会对你以前所成就的功德 会加以损害 他的作用是双方面 一方面增长斩法 一方面损害你以前 在 佛堂当中 点点滴滴所栽培的功德 他还会破坏 你的这个信 敬 念定慧 这五种善根都会破坏 这个放逸 在这个大师徒论 龙氏菩萨 他讲出一个 讲出一个小故事 来警告我们 不要放逸 他说有一个贫穷人 这个贫穷人 生活得很贫穷 房子也住得不好 衣食也不好 那么 他是想要改变一下 他希望能够得到富贵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向这个天来祷告 供养礼拜祷告 供养这个天 供养十二年 也是有一段时间 十二年了 那么这一天 天就出现了 自成恳戒 因言成所出现 那么这个贫穷人 很欢喜 天出现了 天说你向我祷告 有什么祈求呢 他说 我希望你 赐给我财富富贵 他天说可以 就给他一个瓶子 叫德贫 这天说 你需要什么 你向这个瓶子祈求 他就会给你 他就会出现 那么天就离开了 这个贫穷人 就自成跟这个瓶子 祷告 我现在需要一栋房子 一下子就出现一个 美丽的房子 我需要车秤 那一下子就车秤 房子里面 我又需要各式各样的珍宝的装饰 就珍宝就出现 那么当然 这个一个贫穷人 变成富贵人 内心当中自得益满 那么当然 人都是这样子 有了快乐以后 就要选要选要 就把他过去那些 乞丐的朋友 都都集合起来 请他们吃饭 那么那些过去的 一些贫穷的朋友 一见面 喝了酒 吃了饭以后 大家很高兴 就说 你过去跟我们一样很贫穷 你现在怎么这么好的房子 这么好的珍宝装饰 这个贫穷人说 我是有一个德平 这个宝贫 我觉得那祈求是什么 他就出现什么 他说 有这样的事情吗 那么 大家就说 那你这个是不是可以当众表演一下 给我们看看 是可以啊 他就 当众啊 就跟德平祈求 一下子就出现他心中所要 这个时候 大众就是欢喜啊 赞叹啊 拍手 那么这个贫穷人啊 所以这个人啊 也是啊 的确是不能 满招损啊 千收一满 一个人一自得一满的时候啊 就是要摘更多了 他一高兴的时候啊 跳 就在大众里面跳舞 踢跳舞的时候啊 就不小心把这个德平给踢破了 这个德平一踢破以后啊 从德平里面出现的房子 珍宝 车层 一切的东西 全部消失掉 又恢复到过去贫穷的样子 这个故事我刚出家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出家大概是两年了 在佛学院的时候 我听过第一次 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故事在我出家这十几年来啊 一再的出现 在我的心中一再出现 警告自己啊 要保护这个德平 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出家休闲啊 不简单啊 点点滴滴啊 一天一天的 掺除罪障积功雷德 心中有一个小小的功德 这个德平啊 以后我要花愿 把这个功德得到忍天果报 有忍天果报 花愿 要往生极乐世界 而且有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 就是有一点功德 但是 不要放异 因为这个功德 还没有入圣位之前都是可破坏的 就是我们 你看这个贫穷人 他得到德平也不简单啊 他是花了十二年的 贡良 礼拜 才得到这个德平 他一念之间的放映就把他剃破了 你看 我们多少出家人也是这样子的 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那也是 辞戒苦恨啊 但是 一个人会在跟头的时候啊 多数不是刚出学的时候 都不是 多数都是出家有一段时间啊 都是有点功德的人啊 多数啊 因为你刚刚出家身心苦恼 你不可能放映啊 你也没有质量放映啊 但是 等到你内心有点功德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感觉 这个时候 你的内心啊 会有一种想要攀岩的一种冲动 就想要 你刚开始一直修其境 但是那慢慢有点功德以后 你会想要动 但这个时候 你就要用这个德平的故事 来警告你自己 不可以动 要保认 这个德平得来不容易 所以这个是不放映啊 我们 我们一个人会破戒 破戒的前兆就是放映 一定是先放映才会破戒 我曾经问过我的恩师啊 上国下卿律师啊 他让人家慈戒很亲近啊 我说老师啊 我们面对那么多戒法 那么 到底这个慈戒的根本精神在哪里 我的恩师是说 慈戒的根本精神就是不放映 你造成这个原则 慈戒的根本精神就在不放映 伸狗一不放映 不过话说回来啊 我们要从这个刚开始出家 穿的这件袈裟 把这个袈裟穿到你命中 躺在棺材上 这段时间要不放映啊 是不简单的 我们老实一点说啊 我们都是凡夫啊 凡夫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烦恼 贪烦恼 称烦恼 嫉妒心 我慢心啊 那么烦恼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会一再的出现 而我们的内心当中在对峙烦恼 主要的就是营业的对佛法的信心 惭愧心 好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曾经 在寂静的当中啊 有栽培一点点的无贪无嗔无痴的直观的力量 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们对峙烦恼的功德就是这几种功德而已 那么烦恼的势力是如此的强大 而这个界定会的功德啊 我们多分来说啊 都是金生才栽培 过去生有栽培可能不多 生长在末华时代啊 多数都是金生才栽培 那么栽培的功德也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要能够经常依照烦恼的活动的时候啊 要经常不随顺啊 经常绝照不随旺转啊 的确是不容易啊 在这个尽形受的这个一个菩提道当中啊 一路走过来要完全不放 也确是不容易 那么不容易啊 怎么办呢 参攻师父他有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是一个很好的一铁妙药 参攻师父他强调啊 依重靠重 就是你刚开始啊 要依止一个生团 不要一开始做毛棚住 你一开始做毛棚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一开始做毛棚 前面三个月 主动积极精进用功 三点钟起床 半年以后 改成四点起床 一年以后 哎呀我最近身体比较不好啊 多睡一会 五点起床 再过一段时间以后 哎呀 干嘛啊 对不对 休息的话不要那么紧张嘛 对不对 睡到六七点才起床 就是这样子嘛 因为烦恼他会以各式各样的形状来欺骗你 让你啊 很多的借口 这个烦恼啊 你经常要跟烦恼作战 你会觉得这个烦恼实在是狡猾 不得了的 他就出现 他也不 他扮演不是一个坏人 但是扮演一个好人 他说哎呀 你不要一直这样子嘛 对不对 休息嘛 对不对 放轻松一点嘛 但是你要没有看维士学 你还敢 你还看不到他的正面目 其实他就是一种烦恼 你还看不到他的正面目 所以说呢 这一中靠中有个好处 你反正打板你就是起床 不管你什么理由 因为那个大众有一种力量啊 就是 大家都往前冲啊 你不可能落后在后面里啊 就算你落后 你也不敢落后太久 太后面了 你看我们上次去那个山灵溪啊 很明显的有一个情况啊 就是这个树啊 那个山木啊 那个山木种在一起啊 每一个都站得挺直 为什么 大家要去吸收那个 那个露水啊 你要不挺直的话 你弯弯曲曲的 你吸收不到露水 你就要死掉 那么为了生存啊 每一个只树都长得直直的 为了吸收露水 那么旁边有一个树啊 所以这个一种靠种是很重要的 不过一种靠种呢 参公述他也提出来有三个重点 我们也解释一下啊 第一个这个重啊 要一个男重道长 你不要说刚出家了 你就是老和尚也是一样啊 这个五死结这个男女的欲望啊 这是一个根本烦恼啊 这个烦恼不是一生串洗的 生生世世啊 我们在三界受生啊 都是依止这个烦恼的滋润 这些参公书说啊 你住在这个你重道场啊 今天你看他一眼 明天他看你一眼啊 七看八看啊 都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决定是要住男重道场 你是避免这样的烦恼的因言 因为你有内心有烦恼 有烦恼有外境 刺激这个烦恼自然就要活动 有这个索颜禁嘛 它就会起来活动嘛 所以又把这个索颜禁拿掉 所以第一个 一定要抉择一个男重道场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要住一个山林道场 参公书说这个道场有三个 一个是都市道场 第二个是乡村道场 第三个是山林道场 要住在山林道场 你容易急进 我过去啊 曾经有一段时间到台中一个道场去 我发觉啊 我到那个叫道场去 有一种 有一个冲动啊 就是想要到台中去看一看 就会有这种心情 但是我回到近历史就不会 因为你在那个地方看到 万家灯火 各式各样的人车 你想说 虽然我们不一定说要去做什么事 但是总是想要到外面去看一看 所以这个山林道场啊 容易让你的心急静下来 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要有一个如法的道场 要有解行 解门行门 虽然你住在南中道场 住在山林道场 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定课 早晚课 共修 自修 有一定的制度的运转 就是要有一个如法的道场 有法的力量 那么我们一个 刚开始初学的凡夫啊 依止一个南中的道场 山林道场 如法道场 我们也能够达到不放营 虽然心中有反导 但是也可以不放营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感谢了 尹